人心所向 晋朝人雄远在当时很有名望 他有远大的志向与报复 他生性连结正直 有名士之风 并很受周围人的尊敬 当地的县令 想让雄远到县衙做公草 他却拒绝了 后来 别人强拉着他到了县衙 在这种情况下 雄远不好意思再推辞 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雄远刚到县衙 县衙任职十多天 就被提拔到郡里去当官 但他还是不想去 他请求太守说 还是让我回到县里吧 辞退大官不能再辞退小官 我仍回到县衙 我仍回到县衙去做官吧 雄远后来成为丞相司马赘的主部 当时晋朝的皇帝是司马业 有一年过新年的时候 朝廷想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来庆祝 他们想要营造一个宰歌宰舞的热闹气氛 许多人都很期待这次盛典的举办 但是雄远却不这样认为 他所考虑的是当时古家的危难局面 因为静怀弟刚死不久 百姓大多都还很伤心 雄远认为 这样的环境下举办盛大的典礼 并不能起到好的效果 雄远上书劝说司马业 希望他能取消这次盛典 雄远举了一个上古时代的例子 那时姚弟刚刚死后 在四海之内都停止了演奏音乐 他认为这种做法才是正确的 雄远认为 天子应当与百姓的忧愁和喜悦相一致 那才是人心所向 他对皇上说 我认为天子应该体偿忠小之仪 宣扬神异之痛 不要只注重那些愉悦耳目的玩意儿 丞相司马瑞也非常地赞同他的建议 便也这样劝说皇帝 最后皇帝听从了这个提议 中华成语小课堂 人心所向 正读 人心所向 是意 众人都有共同的向往 出处 居 密玄陵等 禁书 雄远列传 用法举地 建设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使人心所向 其事不可阻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